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安门这一边在演他的复兴之路 那一边在演他的什么大型说唱解放 他非常得意 当然应该说他是我所尊敬的一个艺术家 确实我很尊敬他 包括奥运会开幕式 他跟张艺茂合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但是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 中国最好的艺术家尚且如此 已经没有多少原创性了 就是说挤这么大的力量 花了这么多的钱 电光伤色搞得这样 没有一首歌你能记得住 我觉得这太让我惊奇了 我是感到惊奇 我不是感到失望 大家理解吗 就是我感到惊奇 我惊讶 你说哪一首歌 我最后想一想 就是一个写民工的 那个洗刷刷 跟洗刷刷有点像的那首歌 我觉得那首歌 我觉得还讲民工 那还有点意思 我觉得别的歌都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创造性 没有任何的创造性 我感到非常奇怪 是吧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我们这种文化 我们这种艺术 这种大型歌舞 它怎么会就没有 这么没有想象力 这么没有创造性 大家肯定会回过头去 反思我们的这种所谓现代性的 或者现代主义的这种美学和这种意识形态 这一点呢 我想我们要回过头去看一看 其实大家想一想 五六十年代有很多的歌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心境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五六十年代那本 后本的革命歌曲 这个我都会唱 至今我只要一听起来 比如说听妈妈讲过去的事 你们会唱吗 我自己唱起来我还会流眼泪 因为那种歌呢 它非常单纯非常质朴 虽然它讲的是阶级斗争 其实这个阶级斗争在里面其实并不重要 那种感伤的 你发现它用感伤的 忧郁的 是吧 浪漫的 抒情的 它去唱 听妈妈讲旧社会的事 那这种歌是古剑亨做的曲 是吧 非常感恩 是吧 这个美丽的夜色多么美啊 什么草原上的姑娘啊 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红珊瑚啊 这个这这这 我觉得都是 还有这个 我只会唱那个什么老歌 什么我爱五指山啊 我爱万全和 就是蒋大为唱的那些歌 那革命歌曲很豪迈 是吧 那都留了下来 那是在 也是在我们这样一个 政治的一种意识形态底下 创造出来的 是吧 也是革命豪情啊 我不知道你们唱的歌怎么样 有感觉没有 你们只会唱了 李宇春 还有这个曾益可 是吧 我们这里有几个 曾益可的铁杆的粉丝 当然这些歌 这些歌我也那个 但是我就会反思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歌 我可能真的是我老了 我觉得现在的艺术音乐 它完全不能打动我 完全不能打动我 但是呢 我们那个年代 唱起那种歌 大家读过一篇散文 叫吴博霄 是吧 感人的歌声 刘葛人的记忆是长远的 那种声音 那种气氛 它就会勾起你的一种回忆 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跟那些歌连在一起 觉得那些歌 是非常非常动的 我相信你们现在 听那些革命歌曲 也依然会有感触 但是我就看 这个《复兴之路》 没有一首歌 没有一段音乐 没有一段旋律 是会让我感动的 我觉得 对于我这么一个 乐爱祖国的人来说 他还如此 我觉得 这一点是很让我 很让我惊讶 说了这么多 我的意思就是说 要大家去理解 现实主义这种理论 在中国文学 当代的文学艺术中 它所起到的 这么重要的支撑的一种作用 支配的作用 是吧 但是并不意味着 这样的意识形态 这样的强大的现实主义理论 它对艺术 就是有完全的压制性的 我觉得这样理解就错了 我们今天应该说 现实主义的理论 的那种强制性 它要少得多 但是我们并没有多少好的作品 我刚才提到音乐这个例子 同样是 《大兴无刀史诗》 《复兴之路》 和我们《东发红史诗》 是吧 那些歌 它也是在 它在更加严格的 甚至严厉的 现实主义理论 指导下 支配下 但是它依然有它创造的可能性 所以整部中国当代文学史 不只是由经典作品构成历史 它有着激烈的运动 和旺盛的理论 所以文艺理论方面的斗争 远比关于作品的论证要激烈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要理解中国当代文学 我们一定要理解它的这一点 这种特点 就是它的理论和批评 会如此的发达 所以在今天大家看一看 这个理论家和批评家 已经变得不重要 甚至都不如张艺谋和陈凯歌重要 对作家来说 只要把他的作品改变成电影 他对这个导演 那他就痛哭流涕 就是感激剃凌 是不是 因为那可以带来几十万 二十万五十万的这种改编费 是不是 很实惠 那么理论和批评就不重要 但是在五十年代 大家想一想 那些理论家和批评家 为什么那么重要 周扬 是吧 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 他就是中国最大的理论家 他一个人掌管了 影响了中国的文学 虽然背后有毛泽东的思想 毛泽东的讲话 很多的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 但是主要操作的是中阳 那中阳我们来看看 这个有中阳文集啊 中阳文集一共应该是有十卷 还是多少卷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我们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 这样一个理论 他方针 这些都是由周扬在具体在制定和操作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其实主要想谈的呢 也是周扬和胡锋的一个斗争 那么周扬当时二十几岁 穿着一身的白西装 白皮鞋 这个经常也出炉这个舞厅 大家都以为这个地下党 都像潜伏里面 这个风声里面做的 当时共产党的这些上海的 这个左翼的革命家 都是在租界里面 是吧 他们白天呢 在格子楼里面写作 晚上就跑到舞厅去 喝咖啡 喝酒 跳舞 跟舞女搂搂搂搂 然后要打倒世界上阶级 推翻资本 所以那是很浪漫的 这个大家读一读讲光词 这个讲光词的那些作品 我这有点夸张的 实际上他们也很艰苦 因为他们非常冒着生命的威胁 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一面 但是他们确实 那个时候参加左翼的 唯一家们 都是非常风流低档的 是吧 都是西装革履 是吧 然后这个跳起舞来 都是风度翩翩 是吧 那么 延安大家知道 是吧 延安啊 歌舞升平 那么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下 他们还天天晚上开舞会 毛泽东呢 也经常参加舞会 是吧 毛泽东其实很爱跳舞 我们有些电视剧呢 把毛泽东描写为 好像说 这个 毛泽东跳舞 说是 斯诺夫 那个莫 史特莱默 史特莱默 教会他第一次跳舞 我觉得这个细节 还是有待考证 毛泽东当年在中南海 跳舞 是吧 中南海经常要跳舞 其实58年 大约经常还要跳舞 那个 有一个跳舞的 这个 当时都是什么 空正文工团 是吧 叫舞蹈演员 这个伟大女人 毛泽东因为日理万机 很辛苦 是吧 跳舞放松 这样能够更好的 为革命工作 是吧 这是革命工作 所以那是说 空正文工团呢 这个 舞蹈演员呢 陪毛泽东跳舞 有一个 叫做 我记得那个名字 叫做什么 叫做 汤锦秀 汤锦秀 对对对 我还记起来 一个女孩叫做 汤锦秀 这个长得 当然是很漂亮 毛泽东说 小同志 你姓什么 我姓汤 我姓汤 这很好 北京有个小汤山 小汤山 就在玉泉山的对面 这个名字好 这个名字好 小汤山 他说这个 锦秀 汤锦秀 那你离我很近 我就住在玉泉山 什么时候可以接你 到玉泉山来玩呢 可见 这个都是 我说的 都不是我胡编乱造的 这都 我不能随便这样 这都是有材料可证的 大家不相信 可以去网上搜一搜 这不是 不是什么解密材料 但是呢 要命的是 还有另一个 所以毛泽东 确实可以看到 他对文艺战士 是非常关心的 是吧 特别这些文艺女战士 他特别关心 但也不一定 是吧 有一个 这个另一个呢 叫做鱼九香 是他们的队长 空正文工团 舞蹈队的队长 他叫做鱼九香 毛泽东问他 你姓什么 他说我姓鱼 叫什么名字 叫鱼九香 你这名字不对 鱼放久了会臭 怎么会香呢 你这个名字要改一下 建议你改成鱼九臭 这个 因为这个舞蹈队队长 没有这个 汤锦秀长得漂亮 是吧 他就 他就叫做 这个鱼九 臭 这个是说明这个毛泽西很幽默很风趣 是吧 他这个特别是和人民群众的善与交流 是吧 交流 这个真正的热爱劳动 人民 人民群众和人民大臣一片 是吧 所以我觉得 所以不愧为伟大的领袖 这是非常 非常了不起 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那么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说 在文艺 周杨呢 周杨呢 就像这些这个革命文艺家呢 当时在延安呢 他们也是充满了革命的豪情 但要从革命的浪漫主义这点上去理解他们 是吧 战争环境那么严酷 那么艰苦 冒着生命危险 但是他们依然呢 那么豪迈 誓死无归 是吧 一有机会还跳舞 这说明他们真是有一种革命的热情 顽强不屈 是吧 所以今天同学们呢 一定要学习他们 是吧 你们遇到一点挫折 遇到一点困难 考试少了几分 是吧 这个没拿到奖学金 是吧 就很痛苦 你看看人家冒着生命危险 提着脑袋干革命 但是呢 依然能够循环作弄 是吧 这多好 是吧 这种才是革命的 才是革命者 所以才能够 你看看 才能打败蒋介石 是吧 解放全中国 大家这一点一定要学习 这些我就不多讲了 那么关于这个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呢 在中国是怎么起源和扎根的 我这书里都写得很清楚 但这里呢 我强调几个要点 就是 最初的 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 那么 它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说 社会主义 这概念是来自苏联 前苏联 但是呢 只有我们在五四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革命的 左翼的 这样一个传统 在起作用 那么就有对革命的 无产阶级文学的 这种想象 这是有一个很 非常富有这样一个逻辑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我的书上都写得很清楚 是吧 所以你 我们要从五四的时期的对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初的向往来理解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开始认为这个革命文学这个口号呢 最早是来自郭沫洛 1923年5月27轮发表于创造周报上的文章 我们的文学新运动 那么因为郭沫洛呢 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大师 是吧 是革命文学的这样一个 也是重要的这样一个闯将 开创者 所以 把这样一个口号 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呢 由他来提出 这样一种文学史的叙述呢 就显得更加的合理 更加的有利 那么同时呢 还有这个二四年 星期年上有运大英和王秋新的 这个 他们提出来的 那么二四年蒋光瓷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中呢 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概念 那么这是来自 这个 这个 蒋光瓷 还有郭沫洛 陈法务 审演兵李处黎 都不断有文章 进步论及 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 所以我们可以看 我们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呢 它是有一个漫长的 这样一个渊源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理解 就是说我们其实现代以来的中国的文学呢 它就被赋予了重大的政治使命 所以这一点是要理解为是中国文学特殊的 现代性的镜像 那么如何使革命的政治与文学更加紧密地结合呢 那就要依赖 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更严格和更有开脱性的探究 所以我们社会主义 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 它承担了这么一个论证 这个民族国家的 这样一个建设的 这样一种功能 是吧 大家知道中白华那个时候编少年中国 我们都渴望有一个新的中国出现 那么这个新的中国 当然有关于推翻地制的共和中国的想象 是吧 那么有国民党的民主民国 是吧 那么最后有共产党的中华南民共和国 那么这始终是在一个剧烈的 强大的一个革命冲突的 暴力冲突的环境中 来建构起对中国的想象 所以而且这个中国 它是有多样的中国 大家理解吗 就是说有共和的中国 我身中山的共和的中国 推翻地制共和的中国 反清拍满 是吧 共和的中国 那么后来这个共和的中国呢 当然进一步发展为 由蒋介石的民国 是吧 那是叫做民国 当然民国在我们印象中呢 一直都被作为反动派 反革命 实际上民国它也是革命的民国 大家知道是不是 大家要理解这点 蒋介石是革命派 当年是革命派 或者咱们作为革命的馈子手 是吧 那是我们的一种叙述 是吧 那么他一直国民革命 那是国民革命 北法军 那是国民革命 毛泽东当过国民党的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大家知道吧 是不是 那么汪精 不是汪精卫 蒋介石是加入过共产党 是吧 李登辉还加入过共产党 是吧 当他们叛变了革命 是吧 这个是另一回事 当然你会发现在 我们现在的历史 你们学的历史 就把国共 这样一个历史分得很清楚 它被作为革命的 反革命的 这个进步的 反动的 是吧 新生的 腐朽的 它就这种恩怨对地来划断它 是吧 但是在那样一个现代的时期 国民党 它也是一个 被自称为 是进步的 革命的 新的 代表了新中国未来的 那样一种革命 革命的党 大家理解吗 是吧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了 但是 国共是两党的战争 是吧 但是呢 在我们党史中的叙述中呢 这是要推翻反动派 创建新中国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的中国 全新的中国 是吧 所以这要在理论上 文学要给它建立一种合法性 我们要通过现实主义这种理论 来使这个文学能够非常坚定地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同时呢 拓展和建构 这样一个更加充分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文学 因为讲话还是在延安做出来的 对不对 在那个时候我们革命文学的经验还非常有限 而且是在充满了那么激烈的一种斗争中来展开的 是吧 当时延安最大的作家 应该最大的作家是丁灵啊 是吧 那么丁灵当时 大家想一想 丁灵当时是到延安1936年 是吧 36年底 那么先到保安 那丁灵也才30岁 是不是 那个时候 丁灵好像是06年还是04年出生 应该是06年出生 差不多 这个30岁 是吧 毛主席是1893年 是吧 比他大 应该是04年 丁灵应该是04年出生 是吧 04年出生 对 毛泽东比他大11岁 我经常靠这种推论 现在脑子老了 就不好记事 这个有几个 我经常靠他们来换算来记 这个尼采 26岁写了这个 《悲剧的荡生》 《悲剧的荡生》是1870年 是吧 那个马克思 26岁的时候 写了这个 1843年的手稿 是吧 那么胡适尔是1859年出生的 希勒是1759年出生的 我是1959年出生的 所以我经常靠这种来记忆 因为现在脑子记不住了 是吧 是1959年出生的